第一次上課 就是阿源程式設計導論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節課主要的就是教學目標 然後還有我們期望你未來是做出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怎麼評分這樣子 好那這堂課教學目標啊 這個非常清楚就是要你會寫程式啊 那寫程式的重點啊 我個人覺得就是 重點是這個邏輯思考能力 就不是說這個就是說 你可以寫程式寫出一個什麼東西這樣 當然這個東西就很重要啦 但是會帶給你一些成就感 但是重點是邏輯思考能力 所以在前半段的課程 大概上半學期 我會花很多時間 然後帶你們做一些 你們可能會覺得沒有什麼意義的任務啊 就是有點像在解數學題那種感覺 好那下半學期我會教你們一些實用的東西 那我在這邊在課程的最開始的時候 我先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我先跟你們講 就是最後你們的這個學期期末作業 就是要交一個網頁給我 然後這個我會依據這個網頁的這個 就是你的技術難度啊 或者是你的用心程度啊 你的這個就是 就是最後來評分 那在課程的最開始啊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之前啊 之前你們學長姐 就是上一屆的學生 我沒有選碩士生的 我通常選大學生的哦 就是你們可以看看就是 這些人他們最後完成了怎麼樣的walk 這樣子好那我們先看第一個好了 好你看他交作業給我的時候 其實就是交一串網址啊 這樣這樣可以了解 啊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網站 他應該都還能用 欸現在不能用啊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個人的好了 他可能就沒有去維護他啦 好那這個是這個是誰 呃好我就故意把名字蓋掉了啦 其實我知道是誰啦好不好 那你看他 你看他是不是就做出了一個 這個可以選球隊 然後按我開始找好了我看一下 他這個就是等一下他會找到說就是這個 呃跟勇士隊有關的這個就是在討論區裡面的評論文章 這樣子好現在看到了嗎 你看他是不是把所有跟勇士有關的這個文章都點出來了 然後可以出來可以點出來 點到外部連結 好這個這個我們就懶得用了 那這邊有一些什麼精華區啊什麼的 好所以說 欸哦不小心秀出了學長的名字 好那那個大概這樣懂意思吧 你看這就是他自己做的網站喔 這樣嘿喔 那當然啦就是 要做這個網站我之後會怎麼教 要怎麼 要怎麼去做他啦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其他人的 你可能會覺得他特別優秀啊 那我們再看一下其他人的 好 好這個這個人他就很喜歡LeBron James 他就把LeBron James的很多東西都放在上面啦 好學生資料就不要點了啦好不好 這是他每一季的數據啊 好你看 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欸我們來按一下 哦他要先 要上傳求人數據喔 好不能上傳 好啦算了那這 這裡不能用 好 那這個 這樣可以看到了 這是第二個人做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再看第三個 好這個他想要找 呃這個 我想這個 他可能想要找這個真男的意思就是 我們找五個就好了啦 這 這個是我上課會教的一個範例啊 那他就把它弄出來了 就是 呃有人會在論壇上真男朋友跟真女朋友嘛 對不對 那男生當然會很有興趣說 就女生如果在上 那如果你有一個女生在上面發文要真男朋友的話 這個男生速度一定很快啊 不然的話馬上那個 信箱就會被寄爆了 那如果你是女生啊 這個就對你就沒什麼用了 因為 這個 呃就是因為 那個 男生在論壇上面發真女朋友的文章 這種齁 那個放兩天都不會有人回啊 所以說女生可以一個一個辦法去看 可是這個功能對男生就很重要 你看他就 他就可以啊我現在點進去看好了啦 你看他就找出了這個 有人這個 呃這個 1994年對大學生來講可能太老了 好不好 那我們 大概 反正意思就是說你可以去找到 欸想真女朋友的文章 欸想真男朋友的人啊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 這些 什麼活影忍者圖鑑 這些我就 我就 我就不去把它 我就不一個一個點開啦 好不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 好這是什麼 醫學生 醫學綜合版 好這個我真的是懶得看啊 就是 這內科 哦他去 就是他去各個科別的網站啊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 我帶你們看這些網址 網站 主要是要告訴你們這些都不是我寫的哦 這些都是 同學寫出來的哦 就是 你們最後一定是有能力做到這件事情的 欸這個是什麼 哦這個是 他可能 哦我想起來啦 這個人應該是一個羽球的 羽球的 不知道是社長還是誰啦 他就把 羽球社的每一個人 他 大概 各個能力幾分啊 什麼就把它放上去 這樣子啦 那我也不知道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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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評分 被這些人看到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 就是會不會引起什麼爭議 這樣子 好這個是搞股票的 哦來看一下好了 搜尋一下 欸怎麼不行 好算了算了 沒關係啦 這個 這個網站有時候就是這樣子啊 因為他 背後可能是去接別的網站的 那 那他有時候就是錯了就錯了 就是 就沒有辦法出來就沒有辦法出來 好 他寫了一大堆 好計算機 他這個好像是在算POWER啦 我印象中在算POWER 算得出來嗎 好建議你 建議你要買這個 550瓦的這個 電源 好 那我想 我做了一些基本介紹之後 你們應該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堂課的最後 就是如果你有一點 有用點心的話 這個 你應該可以 可以有用一個自己的網站 那網站裡面你要放什麼內容 這個其實就隨便你了 可是前面的這個 就是前面這個學習 真的是比較枯燥點啦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成果去啦 好不好 好那 那個 呃我們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啊 有沒有人覺得這個 對課程目標不了解 好應該不會有人想問啊 那 我們現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教大家 就是先 呃我們要寫程式之前 一定是要把這個程式語言 的軟體下來下來嘛 然後並且把這個開發環境把它建好嘛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選的是R語言 那我們選的是R語言啊 這個 這個學校 有非常多其他的這個 呃程式語言 假如說像 Python可以選啊 或是這個可以選C sharp啊 等等 那 這些 為什麼我們使用R 我在教 我教的是R語言 那我要講是R語言 比起其他語言 他的優勢在哪裡啊 缺點在哪裡 那 可以讓你幫助 這個可以方便幫助你說 去這個了解說這個 就是你到底要學習什麼樣的程式語言 好 R語言的優點是啊 就是如果你以後是要走研究路線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你畢業之後 或者是 你是碩士班的學生 你想要做研究 那你想要做研究 一定就要做一些什麼 統計分析啊之類的 那 R語言啊 他的主要優勢就在這裡了 R語言的 R語言的這個程式碼 他畫出來的圖 都比人家漂亮 好 那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件 觀念啊 我剛剛忘記提到了 就是不同的程式語言 他們主要的差別到底是在哪裡呢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語言本身的差別 是 使用者社群主要的差別 為什麼叫使用者社群呢 因為所有的程式語言 都可以去定義 都可以由就是使用者 去定義新的函數 新的套件 讓別人可以方便使用 我換個講法好了 就是今天 R語言的 使用R語言的人 假設這世界上有 1萬個使用R語言的人 1萬個使用Python的人 那 使用R語言的人 他們可能會根據自己的需求 他們可能會自己做出一台 做出一台飛機 那這台飛機啊 這個 可能因為這個使用者 R語言的使用者 他們比較 Focus在 這個 在這個 就是舉例來說 這個 在 更多的人 然後從 A D到 B D 就是開發客機 這樣 那它的速度一定會比較慢 客機的速度一定比較慢嘛 那 那你如果是想要拿到客機的 想要做這件事情的 你就會比較適合這個 這個社群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 另外一個社群 它可能是喜歡開發戰鬥機的 那如果你想要速度很快 那你選擇那個客機的社群 那就是莫名其妙嘛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如果 你想要一次可以載很多人 然後很平穩 做得很舒服 那你選擇戰鬥機的那個社群 那也是莫名其妙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阿語言的使用者 使用族群 它大部分是 統計系的 或者是 這個就是做研究的人 或者是做生物 生物就是生物醫學研究 他們可能會用到這個什麼 就是生物資訊學這樣的分析 那Python的使用者 大部分 是著重在這個 可能就是 資工系的 那他們可能會做 這個深度學習 機器學習等等 那 那 C-Sharp的使用者呢 主要是 focus在系統開發 也就是說 你平常在做這個 就是 舉例來說 醫院的資訊系統 或什麼之類的 好 那 所以根據你喜歡的這個 就是 東西的不一樣 你要選擇的就是 程式語言應該也是不一樣的 那阿語言它就是最適合在統計分析的開發上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選錯 程式語言呢 那就是在 就是在 可能在 思考一下 不要換 換堂課了 那如果 你的同學 你知道你的同學啊 就是 他選錯了 他想要的目標其實跟他 選的課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 也是 再麻煩大家去跟大家講一下 這樣 好 那我們最開始要使用這個 阿語言 你鐵定要下載嘛 這個所有程式語言都一樣了 那 你必須到這個 CRN這個 這是R的官方網站 下載 好 那下載 你可以按download 那我在這邊直接教大家download一次啦 好不好 因為 這個 我發現大家的電腦都沒有關 按下download之後 這邊隨便選一個連結就可以了 然後你選完連結之後 因為大部分的人電腦都是Windows嘛 欸 Mac的請你選Mac啦 好不好 應該幾乎 這邊不會有人用Linux啦 那 我們選了Windows之後 請你按Bass 然後download download下來之後 download下來之後 等一下就安裝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做 欸就是 我希望大家 到R Studio的官網去選 去下載一個 軟體 好 然後你要怎麼下載 很簡單啊 就是 你在這裡 欸 這個 下面這裡 你一定是選Free的嘛 你現在不可能想花錢啦 好 download for Windows 好 你下載完了之後 你就可以安裝了 安裝應該不需要我教啦 好不好 那 我們先 請大家下載這兩個package 然後安裝完好不好 然後我先暫停一下 安裝完了之後 你應該可以打開它啦 那打開 你要怎麼打開呢 在這裡 右下角 你就 你請你打R Studio喔 啊真是麻煩 好沒關係啦 你們應該打開啦 好不好 那我直接用這個就好了 好等你打開了之後 請你在這裡 開個New Project 你應該會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 請你 隨便打一個 Project RioTester之類的 然後你就可以打開 那打開完了之後 你應該可以看到一個這樣的畫面 好不好 一 就是 呃 如果你要開出這個的話 你需要在這裡 按一下 Rscript 讓你可以開出一個這樣的介面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在上面打程式嘛 然後在下面 它是在run程式嘛 然後 右手 這些 這些 這個介面的所有功能 到時候我在上課的時候 會慢慢的 逐一介紹 我不會現在先把定義講完 好不好 好 那 我們先做到這一步好不好 然後 讓我們 讓我們開始 那 那個 我再把螢幕還給各位同學 好 那 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 這個 寫程式語言喔 就是 大家要知道 就是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跟電腦 就是 就是 交談 就是你要 對它下指令嘛 對不對 那 我要跟大家講 程式語言的基本概念 一定就是 你把一個東西丟給電腦 那它要把一個東西產出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呃 如果 完全沒有input的話 它是不會自動產出的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好 當然 那個 你可以去 就是 就是 你可以去就是 呃 就是設定什麼電腦 每5秒做一次 每5秒做一次 但是那個指令也是你下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阿元 他的這個編成 編寫是一種交談式編成 這種編寫方式 跟 呃 一般的程式語言不太一樣 這個 一般的程式語言喔 就是 呃 你可能要把語法完整寫完之後 然後他才會有 就是 呃 你最後全部一起執行 那他才會有結果 那這種交談式編成呢 就是 對入學 就是初學者稍微簡單一點 但是 那個 後面就是會有一些 啊 他也是會有一些缺點的 假如他最後要包成一大包語法的時候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 這個也都不是問題啦 其實人都做得到 好 那 所以說啊 這個 欸 就是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把他當一個高級計算機啊 好 我們先稍微試一下好不好 就是 假如說你在 左下角 左下角是我剛剛講 就是 你可以做 欸 跟他交談的地方 你這邊打1加1 他就會出來2 你這邊打3加5 他就會出來8 那你這邊打3 3乘5 他就會出來15 那你這邊打3乘乘5 他會出來243 243是什麼 3的5次方嘛 對不對 好 有非常多的這個運算符號 舉例來說像指數運算 你除了用乘乘以外 你還可以用這個 這個是6上面的那個 那個東西 這樣可以齁 好 那跨譜優先選者 這當然是 這當然是一定的嘛 好 所以說 把它當作一個計算機 這件事情 應該對你來講不會太難 這樣可以了解喔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要介紹了 就是函數 這個 要大家知道 大家就是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阿遠 阿遠他是函數驅動的一個程式 什麼叫函數驅動的程式 就是 他的什麼東西啊 都是由函數去建立的 比如說 函數的意思就是 你要丟一個東西 input進去給他 那他就會出來一個output 那 你的 你如果到時候要寫什麼 比較複雜的 這個程式 那也是很多個小函數組合起來 變成一個大函數 函數意思就是 你丟一個A進去 他會突出B給你 那也許你可以把兩個函數 假如說 那個又有一個 丟B進去的函數 然後出來是C 這樣你把兩個函數組合在一起 丟A進去就會出現C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這個很簡單吧 好在R元裡面 什麼樣 叫函數咧 你只要看到小括號 前面有一串字 這就是函數 這樣懂我 這樣就是一個函數 這樣就是一個函數 如果你發現是中括號 那抱歉那不是函數喔 等一下後面 我們之後會教中括號有什麼意思 大括號有什麼意思 反正 你只要看到小括號 那就是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喔 這是函數的定義 好 那這個R元的函數設計 這個小括號前面的名字 跟它的功能 這個多多少少是有關係的 通常都是功能的縮型 這樣懂我意思 就要說EXP 那就是指數嘛 指數是 英文就是Exponential 好 然後 就要說EXP 好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 這個 1是什麼 那個自然數 好不好 自然數的那個 二次方 它就會出來這個數字 好 SQRT SQRT 是 這個 3 這樣是 1.73 這樣可以了解 有意思嗎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Log Log也是以1為底的喔 好 主要說Log3 這樣會1點多 這樣可以了解 它的底數 注意一下 底數不是10喔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一些你一定會覺得很簡單 可是我要 這邊要教大家一個 就是 就是一個變形 就是啊 這個函數 小塊號裡面 它是可以同時輸入多個物件的喔 同時輸入多個東西 多個參數 因為你的Input 不見得只有一個嘛 對不對 我剛剛的那個問題很簡化啊 Input A 然後出來B 那問題是 難道不能Input A1 A2 A3 然後輸出B嗎 當然是可以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 就像Log這個函數 Log這個函數就可以輸入雙參數 拿兩參數咧 一個是 它的這個 就是你要取Log的那個值 那個值叫什麼名字 我也忘了啦 有沒有一年級 離高中比較近的可以告訴我 那個叫什麼數 我知道底數啦 我知道底數 那另外一個那是什麼 蛤 什麼數 什麼數 你不要害羞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教我一下 好我也忘了 我也忘記這個數叫什麼 好那這個Bass就是它的底數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樣子33 你出來當然是1 那如果是93 那你大概可以預測出來是2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夠簡單吧 好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剛講的一個東西 欸我希望大家學到 就是 當你看到這串程式碼的時候 請你試著去預測 它的Output是什麼 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需要大家去學習 就是當你看到 就是當你 不管你了不了解 當前這個函數的功能 但是請你去試著去預測 你丟什麼東西給它 它可能會出現什麼東西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你為什麼這個 預測能力非常重要呢 因為你未來如果你想要 組織20個函數 把它變成一個大函數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這個預測能力 那你要怎麼寫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一定是在腦中先 先構築一個 這個A到Z的一個路徑 你才有辦法去中間加拼圖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預測能力很重要 我在未來的半個學期內 我會 教大家重複訓練這個預測能力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注意一下喔 你右邊是不是有個BASS 等於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可以不要打 你直接這樣子輸入 它就知道說 後面是BASS 前面是這個 前面就是那個 那個我講不出來的那個數字 好不好 大家應該懂我的意思啊 好 所以其實啊 豆點 小括號裡面的豆點 是在區分不同的 input的parameter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件事情 你應該也會覺得不會很難 那我們再教大家另外一個 阿語言裡面很重要的東西 叫物件 也就是說 你剛剛那都是你直接運算出來 output 出來就出來了 你沒有辦法把它佔存起來 大家如果在用電子計算機的話 應該有注意到它有個什麼and的功能啊 之類的 就是把東西記起來嘛 對不對 那把東西記起來 在R元裡面你要怎麼做欸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等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算程式嘛 大家看著 你在R元裡面你只要看到等號 是一個等號喔 你如果之後看到等於等於那是不同意思喔 一個等號 或者是這個符號 這兩個意思是一樣的 那都是把 右邊的東西 傳到左邊 然後把它存下來 這樣合同意思嗎 現在這裡意思是什麼 這一行意思是 2乘以3乘以2乘以3 那它的運算結果 它的運算結果是12嘛 對不對 請你把12這個東西 傳到 左邊這個x裡面 這個 你現在注意一件事情喔 我們先看 我們注意我們的右上角 現在右上角是不是 他說 那個environmental is empty 是空的對不對 當你按下Enter這一瞬間 它是不是出現了一個x 然後它的value是什麼 12 所以說 你的x 你現在打x Enter 它就告訴你這個x裡面存的是12 所以12這個數字 是不是已經被我記憶下來了 那記憶成什麼呢 x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在r元裡面 你想要把一個東西暫存下來 你需要存在一個物件裡面 這個物件的種類有很多啦 我們之後會一個一個去定義 但是 你應該知道 重點就是你要透過這個符號 或者是等於去傳它 好 那物件 你可以直接進行運算 你覺得說x出於4 x是12嘛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x出於4是多少 預測一下3 這樣可以了解喔 好 這樣子 我但是從非常基礎的開始教起 你現在一定都會覺得很容易預測 等一下我們在做這個練習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考驗一下 這個你到底是不是 預測能力真的那麼好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就是x x等於c12345 好 我們這邊給大家一個機會啦 好不好 就是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到時候啊 你這個 就是 這堂課的那個 這堂課的那個 就是 發言啊 就是 加總成績 這個0.5分 這個最多就是0.5了 好啊 請問一下 這一行字 在我們 我們雖然不知道c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c是什麼意思 可是有沒有人可以先預測一下 這一行可能是什麼意思 用我剛剛的講法 好來來來講一下 12345隨機一個 12345隨機一個 然後咧 12345隨機一個 然後呢 124 輸入x的時候會跳出 這5個數字其中一個 好那 均衡等一下幫我把它寄下來 這個 對這個是 因為你現在不知道c是什麼意思 可是 我覺得講的不是很好 可是我們鼓勵發言還是給0.5分 我講的並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 我想要你 表達的是這樣子喔 就是 我現在 C 這個函數是什麼 我不知道 可是它有五個input 這個我知道吧 它有 1 2 3 4 5 5個input嘛 對不對 這五個input 丟進 C 了以後 它的 output 被傳到 左邊 這個 X 物件裡面 好 在這樣子 即使你不知道 C 是什麼功能 你也可以這樣講嘛 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我剛剛希望是這樣表述啦 但你沒有這樣講沒有關係 好 我現在按下 enter 之後 我雖然 我還是不知道是什麼嘛 對不對 但我要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打 X 我把 X print 出來看看嘛 對不對 你發現 X 裡面是什麼 1 2 3 4 5 好 這個時候你是不是可以回頭去猜 C 這個函數是什麼 C 這個函數應該是 把一堆東西打包在一起 丟到左邊 對不對 好 那當然啦 C 這個意思是 combine 的意思 combine 它用 C 好 所以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C 這個函數的功能是這個意思 可是啊 在你看到結果以前 其實你不知道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那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你把你右邊的那個函數裡面放的就是 input 然後你透過等於把它傳到左邊 然後你最後是看那個左邊那個東西 你猜測這個 input 是變成什麼樣的 output 它是什麼過程 這樣懂我的意思喔 好 那你現在知道 X 裡面有五個東西了嘛 對不對 這五個東西可以一起運算 主要說你 5 這是什麼意思 全部給我五次方 然後把它 print 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吧 你物件裡面可以存不只一個數 你如果存很多個數它就有這個好處 它可以一起運算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我想到這裡為止 你應該都還不會覺得太難啦 雖然我剛剛花很多時間去釐清那些觀念 是怕你們在這過程中有一些錯誤的理解 可能你本來就已經理解的正確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四行 這四行的意思就非常清楚了嘛 因為 C 這個函數你已經知道是什麼了 就是把東西合在一起 對不對 好 所以說你就是把 1 2 3 4 5 丟到 X 這個物件裡面 6 7 9 80 丟到 Y 這個物件裡面 那 Y 減 X 呢 那當然就是 6 減 1 7 減 2 9 減 3 8 減 4 10 減 5 所以這個出來是什麼 5 5 6 4 4 5 這樣可以吧 那把它乘起來 那當然我就直接看答案啦 6 4 2 7 3 2 5 行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 你應該要預測這個應該沒有那麼難啦 所以我沒有開放給大家加分的機會 這樣可以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練習 到這裡為止你可以去練習一下 剛剛你做的 你了解到的觀念是不是完全正確 好 這個物件最強大的地方 是 你能夠一次對多個數字進行運算 所以說啊 兩個問題請大家做出來 第一個 請你列出1到10的 1到10總共有10個數碼 它的平方跟 跟三四方的結果 第二個這個問題應該不會太難啦 你應該寫得出來 第二個 有個符號叫%% 我這邊隨便舉個例子 好 它出來221 請告訴我%% 這是什麼運算符號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練習一下 這兩題 希望你們可以做得出來 好 那我來看一下答案是什麼 大家注意一下 我們上課的答案都在後面啦 不過就是 基本上 這一堂課 因為是真的要教大家寫程式的 所以 這個不到萬不得已 我們不希望大家看答案 但是 呃 如果那一題真的太難了 對你來講太難了 看答案 看答案可以幫助你去思考 為什麼我們是這樣做可以完成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第一行 第一行 這個沒有問題吧 把12345678910 把它包成 丟進C這個函數裡 C這個函數是打包物件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啊大家注意件事情齁 這個 所有的 你如果想要用小括號把東西包起來 前面一定要有小括號 到底是哪個函數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非常嚴格規定的喔 好 最後它等於X 把它丟到X裡面嘛 好這樣X是不是變12345678910了 好還有一種方法 X等於1 冒號10 如果你只想要整數的話 可以這麼做 你可以用整數1到100也可以 這樣可以齁 你這樣X就1到100 這樣也可以 好 那 SQRT SQRT是 你的這個 就是平方根嘛 對不對 好還有一種做法 好 X的-1-2次方 這個 這個你應該也不會覺得 欸 2分之1喔 為什麼是 為什麼我會打-2分之1啊 奇怪 好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打了-2分之1啦 好不好 應該2分之1次方就可以啦 負的話就用那個就是 就變成那個導數了嘛 好 這個 X的3次方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這個樣子 好 接著我們來發現一下問題2 我們需要透過觀察來發現 這種 函數啊 經常 函數或是運算符號 經常我們根本搞不清楚它的意思 就是我們根本搞不清楚它 中間是怎麼運算的 要去聽定義 又很複雜 人家講了定義講了半天 你也不見得真的很夠理解嘛 對不對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透過觀察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 就是我們在學寫程式的時候 不希望大家 一上來先去寄說 A函數 這個input是 某一個函數 input是什麼 output是什麼 然後你先去寄個100個 這樣受不了 這樣懂 我希望你們有學習這個能力 就是你們透過觀察 觀察它的input跟output 去猜出它到底是怎麼做的 你們未來會接觸到非常多 你們未來會接觸到非常多 很複雜的這個函數 就是函數 它的input跟output中間的過程 你什麼都不知道 舉例來說 以後你們可能會學到 某一些統計分析啊 你只知道input是 舉例來說 一個連續變相 加一個類別變相 那中間經過很多很複雜運算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麼 出來再看看 它可以給我什麼 這樣就夠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透過物件 我們可以有效率的知道%% 然後你如果%%3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 你可能搞不清楚是什麼 但是如果你%%4勒 再%%5勒 你應該就會注意到 它是餘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至於怎麼樣發現 這樣是餘數 呃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覺得就是 我也不能說這個顯而易見 好不好 就是這個過程 就是拜託大家自己學習啊 我也不知道 要怎麼去 這個就是去教學說 怎麼樣透過大量的觀察 去發現規律 好那這個真的是需要大家自己去 體會 好那我想你應該發現%%就是餘數了 這樣非常好 再加加加加加加加大家幾個符號好了 這邊 來這邊還有一個數 這樣出來是什麼勒 就是得到傷 得到傷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想大概 簡單運算符號都差不多了 好那我現在來教大家 第二個我覺得在R元裡面非常重要的東西 叫索印 剛剛我們是教 小括號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來教中括號了 這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先直接複製貼上 現在我還不知道中括號是什麼對不對 也不知道他怎麼運作 但是 我剛剛不是說過我們要透過觀察嗎 來 現在告訴我 有沒有人要舉手發言說中括號 這這 四行什麼意思的 好請講 好 好你這樣 你這樣一行行講 來 第一行是什麼 嗯 啊第二行 這好像看不太懂 啊這個勒 好 沒關係至少我覺得做出一個很好的預測 好不好 一樣給他加個0.5分 這個 看不懂正常 因為我還沒有講中括號是什麼啊 怎麼了你要講嗎 好沒關係 好來 這個 這個 這個我來跟大家講好了 第一行其實這樣講法是有點問題的啊 其實 C函數的output 我們已經知道是什麼 他就是把67980把它合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 Y裡面就是67980 不需要特別去講 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樣 好 第二行 Y1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可是我們看到6 6是什麼東西 欸 Y的第一個數字嘛 所以 欸 中括號看起來 是不是有點像 他的 第幾個數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欸怎麼了你有什麼問題嗎 蛤 蛤 就絕對不是供音數嘛 我們這就是第一個數嘛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了解喔 這是 第一個數啦 這 不是供音數 這真的不是供音數啦 好 那 你應該看得出來他是 第一個數 Y裡面的第一個數嘛 對不對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 Y裡面放C 3 5 這個有點複雜對不對 好那我要教大家怎麼看 你一定是 從裡面的 慢慢拆解到外面 好 請問一下 如果只看C3 5 豆點5的話 只看這裡你看不看得懂啊 你好像看得懂 就是3跟5合在一起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你現在說 Y 然後3跟5合在一起 所以你知道C其實是 C只是把他們兩個合在一起喔 他就是3跟5 這兩個數字喔 所以這一行什麼意思 欸 他出來9跟10 9剛好是第三個跟第五個位置 對不對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原來 第一行 第二行 他的意思是 找出Y裡面第一個數 找出Y裡面第三個數和第五個數 找出最後一行 找出Y裡面第六個數 可是Y有第六個數嗎 沒有 所以你現在是不是 對他做了一個 你是不是對他有一些預測 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你了解到這件事之後啊 我們來看 再教大家一個新的玩意 就是中跨號 他真的就是索引喔 就是 我現在想要在某一個物件裡面 找出他的某一個特定元素 特定位置的元素 那你就是要用中跨號 這樣懂我意思吧 他真的不是供應數啦 好那 這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那請問一下 負數所影是什麼東西 好 我們再來猜一下 來 我們按下Enter之後 我們來猜一下好不好 來 這個有沒有誰要猜一下的 好來 從後面開始 從後面開始 好來來來 去掉 去掉 就故意就是去掉 好好好 去掉第一個 故意就是去掉第三個 好好好 好沒關係啊 你們兩個都有加分好不好 這個 這個沒有關係啊 到時候都記下來 那 欸很好啊 我覺得這樣很好 大家會去想 好不好 後面那位同學 你應該意思也是一樣嘛 對不對 好很好 不過 不過就 機會先給別人拿好不好 你已經加過了 好 那這個 就是 欸你了解這件事之後 你就會發現 欸這一個 你可以透過觀察 你了解到 原來所影 我們可以用負數來做 當如果我們不想要什麼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寫負什麼 好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們有沒有想到一件事 那寫0是什麼東西啊 因為它裡面 你應該可以很理解 理解到一件事情吧 這個 中化裡面 第一個數到第五個數 這個是有定義的嘛 對不對 所有的正整數都是有定義的 那 所影寫負數 就是不要什麼 這個我們也有定義 那所影寫0是什麼 好 你們不知道對不對 我們來試一下 欸什麼都沒有 好 這個 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 真的是沒有0 因為你要所影的時候 有負數已經很奇怪了 負數已經是額外定義出來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0真的是不知道你要找什麼東西啊 這個中化號裡面真的就是所影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一旦你有任何疑問 一旦你 對 你覺得 你剛剛我們是不是有個疑問 我們不知道0是什麼 請你第一件事情 請去問電腦 問完電腦之後觀察規律 然後再自己想一下 喔原來是這個樣子 本來就不應該有0的嘛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同理 你應該也知道 1.5絕對不可能有這種東西嘛 1.5它出來就是6 1.9勒 它出來還是6 所以它會只留整數位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這些都是透過規律 你要就是透過你的觀察 你要去得到的 數值 好 所以你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y7等於3乘以5 那我們現在把enter出來 你可以看到 第7個數字是不是被我強迫加上了15 y本來就有5個數字喔 現在第7個數字被我強迫加上了15這個數 那 但是第6個數是什麼呢 我沒有指定啊 所以它真的不知道 所以還是na ok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那接著 如果那個位置已經有內容了 它可以被強行覆蓋掉 67980 na15 第3個數 這個數就是-1 被我強迫丟到y的第三個數裡面 這樣可以了解嗎 我按下enter 這個數字被改掉了對不對 好 同理 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第一個數和第二個數變成第三個數 第四個數和第五個數變成第六個數 我們再看一次y 好看到了吧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 第三個數 等於第三個數 等於第三個數加第三個 呃 乘第三個數好了 欸怎麼可以這樣子嗎 欸答案是可以的 出來答案是 為什麼會這樣子 喔我打完第六個數了 抱歉 欸 不對阿 我剛剛在打什麼東西 我是沒有打到這行是不是 再打一次 出來了好 大家可以了解 右邊在等號的右邊 在運算前 這就是運算前嘛 對不對 運算前那個物件裡面的所有數字 都是一個 都是有被暫存下來的喔 它是不會變動的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運算後它一起丟到右邊 這個東西又被卡住了 所以它不會這樣子無限運算下去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 你你需要知道這一點運算的規則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有趣的 這個 就是 我們來做一個有趣的這個 運算好了 就是 我們希望你 產生一個這樣的數列 比如說 你的第一個數 第一個數是你的 就是1 就是固定就是1 第二個數是你的 這個x嘛對不對 是你學號的最後一個數字 好是什麼都沒關係 你要用3也可以 好不好 那 我希望你寫出一串程式 這段程式 你不要自己用手算喔 好不好 你不要 現在給我寫一個什麼C 假如說第二個數字是3好了 你不要就寫一個C 然後 括號1 3 第三個數字加起來嘛 4 第四個數字的前兩個數字 你不要自己算 拜託不要自己算 請你寫一串程式 去描述這一個過程 第三個數是前兩個數字相加 第四個數是前兩個數相乘 第五個數是前兩個數相加 以此類推 寫到第七位或第八位都可以 這樣可以吧 這個程式請你希望你寫在這裡 來注意我剛剛都沒有教這裡 X等於C E 3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子按下RUN 它這個X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X了 請你寫在上面 寫在上面這樣好嗎 寫在上面 括號起來按RUN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你的答案了 然後最後看看你的X答案是不是絕對 一樣的 好請你做到這件事情喔 給大家一些練習時間 就是可能沒有理解到 我要講 我要做什麼 好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我們現在 這個 呃我們的標準寫法是長這樣 我不會常常寫 為什麼 因為其實 你可能 我相信不會寫的人 不是 不是不知道要這樣寫 是沒有意識到我想要這樣寫 好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Y等於E3 然後傳過來 剛剛有人問我說 第三個數字沒有這個東西啊 我可不可以傳過來 可以喔 好不好答案是可以的 好我們 Y等於C13 代表現在Y 是有一個 對不對這樣可以喔 好我現在 注意件事我按下RUN的時候 請你可以確定一下 Y現在就是1跟3 第一個數是 1第二個數是2 而第二個數是3 好那你看 我現在這樣是不是出來 1 這樣是不是出來 3 所以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當然就是4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我把它存到 Y的第三個數 我再看是Y 1 3 4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依此類推 我最後可以得到 1 3 4 12 16 192 208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可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要教大家這樣寫 原因是 你有沒有發現非常的有規律 他其實就是 他其實 當然這個加減乘除是要換的 加跟乘是要換的 但是他的1 2 3 這是不是非常非常有規律 所以我可以換一種寫法 你可以 你可以給他一個東西叫I 假設I等於1的話 那3要換成多少 I加2 可以接受嗎 那1咧 就是I嘛對不對 2咧 I加1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請問一下 在這裡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把這一行 換成I等於2 然後這裡給人乘 那這一行是不是可以被刪掉了 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複製這樣一行 3 4 5 6 好這樣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更有效率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你現在全部按下RUN 好現在你看這個Y是不是 出來的答案就是我想要的樣子 好 當然 你這樣寫法就是 剛剛有人覺得說 靠那我怎麼 我I可不可以從1到6慢慢跑 可以啦好不好 但是我現在還沒教 這樣懂我意思嗎 啊我 我為什麼先 把東西拆解成這樣子 就是希望你們過度 那個 I可以 就是一直換數字 一直執行 這個東西叫回圈啊 我現在把這個東西拆解出來 就是為了要讓你們去 銜接那個 就是從那個 就是一行行打到回圈中間的那個過程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如果覺得這樣對你來講很簡單 那非常好 你回圈一定學得非常好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第三節 我們到底要教什麼東西 我們第三節 我們想要教大家的是物件 也就是說 這個 我們 剛剛不是說 把 右邊的東西丟到左邊 那個左邊是形成一個物件 對不對 我們不是說物件有很多種類嗎 那我們現在要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來看一下 好 等我一下我接個電話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個 R裡面的物件 總共有三種 大類 它總共有幾百類 可是我先跟大家講 它有三種大類 這三種大類分別是 變數 正列 跟列表 什麼叫 變數咧 就像剛剛那樣就是一個變數 很多個東西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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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是 它只有一個維度 它只有一個維度 它只有第幾個數 它沒有什麼 第幾行 第幾列 沒有這種東西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就叫做變數層的東西 那變數層裡面當然會有很多 哦 這個是純的是邏輯值 邏輯值就是處跟false 純的是整數 純的是因子等等 這個我們之後一個一個會去教它 那 下一層是什麼東西 正列層 這個就是 矩陣 矩陣會有什麼東西 我們看矩陣 矩陣就是 你會有第幾個raw 第幾個column 你會有二維 的這個就是 你到時候要做鎖影的時候 一定是有二維的 這樣可以了解 那甚至 正列它還可以往上擴展 它可以再到第三個維度 有三個維度的 這種正列 叫tensor 叫張亮 那 這個也可以是一個資料表 資料表也是一個二維的 你們平常用excel 就是一個二維的資料表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那這種data 我們叫做正列 注意一下 我們今天只會教變數 我們不會教下面 好 第三個是列表 有時候 你裡面想要 你這個物件裡面 的第一個元素 想要放變數 第二個元素 想要放正列 第三個元素 又想要放個什麼變數 它們沒辦法 簡單合併起來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需要用到列表 這樣懂我意思嗎 有時候 覺得說 你想要把兩個變數 合在一起 這兩個變數 如果長度不一樣 那你可能 把它合併成矩陣 不行 不然就要填na 但是這樣子 就跟我 我就改變了它的樣子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需要用到列表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個 這個算是 計算機 就是 等於說 這有點像計算機概論裡面的內容 可是我希望大家還是可以理解 就是 變數層裡面 為什麼要分成 邏輯整數 因子 數值 文字 主要原因 除了 他們 可以應用的 因為他們就屬於不同的 input 對不對 所以他們可以有不同的函數可以使用 最重要的事情是 在電腦裡面儲存的 空間 數目是不一樣的 這件事情很重要 之後我們 有很多 東西可能都跟這個基本觀念有關 我要跟大家講 邏輯值就是 true跟false 那電腦只要花一個bit 一個bit就是一個那個 就是 你把它想成一個電燈泡 有亮或沒亮 這樣就可以儲存邏輯值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可是一個整數 一個整數要花多少bit去存 要花32個 好你不要說為什麼是32 這個是 就是當初這個 設計電腦人定出來的 好不好 為什麼32 可以儲存幾種狀態 2的32四方格狀態 這樣可以懂我意思嗎 所以整數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就是2的32四方 這樣懂我意思 它原則上就是 2的 負2的31次方 到 2的31次方 之間 這樣的一個數目 範圍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你說 可不可以允許更大的整數 可以 但是它就要更多的空間去紀錄它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接下來 因子 因子這個比較複雜 我們先不講 這個 數字向量 數字就是代表有小數點 小數點 整數用32個bit去紀錄 數字就要用64個bit 那其中32個bit 要去紀錄它的小數點下的位數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最後 文字向量也是要用64個bit來去紀錄它 文字向量其實是一個對照點 假設你的名字 假設你在打英文的時候 你可能這個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A 英文字母A 可能是第11個文字 因為前面10個文字可能是0到9 這樣懂我意思嗎 英文字母A可能是 大寫A可能是第11個文字 大寫B是第12個文字 小寫A可能是第37個文字 以此類推下去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你應該感覺出來文字向量 文字向量 它在電腦裡面儲存的是第幾個什麼東西嗎 對不對 那顯示出來的是哪一個文字 這顯然需要一本字典去翻譯對不對 這一本字典 在Windows電腦和Mac電腦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可能會聽過一個東西叫Encoding Encoding就是這一本字典 描述這本字典 每一台電腦 它的這個字典是不一樣的 可是Windows電腦可能都是用同樣的 就是同樣版本的電腦可能會用同一個字典 那所以說你們可能有時候會發現 欸為什麼別人 假如用Mac傳的檔案傳到Windows變亂嗎 因為字典跑掉了 字典是不同字典 所以它出來的字就是亂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觀念蠻重要的 後面我們在讀取檔案的時候 我們就會注意到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現在先不要管那個有本來的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熟悉R元裡面的基本物件 講到這裡我忘了跟大家講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在前三節課 我會教大家的函數種類 不超過20個 不信你們現在可以開始算 比如說我剛剛教過一個C嘛 對不對 你看這個我也教一個函數喔 那我剛剛教過了什麼 那我教的函數不會超過20個 可是我們的上半學期 我就會教大家用這20個影片的函數 組合出幾乎你們可以想到的所有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件事情就 這件事情就真的非常重要 這就是訓練邏輯思考的能力 就好像你只會加減乘除 然後這個 欸你就要去解一堆有的沒的事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所以說我在這邊 我在上課過程中 我有提到函數XXX是什麼意思的時候 請你就要特別注意喔 這就是基本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個像前面這裡 前面這個 這個EX 這些我們就不算在20個基本函數內了 好不好 因為這個你忘記就算了 沒有人要你記起來 因為他完全可以用 這個基本的運算符號把它取代 對不對 但是C C是基本函數 好這裡 好這裡 好這裡你看SXX這是基本函數 class是基本函數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意思喔 好我們一行一行執行 來第一行意思很明顯嘛 把true force true force把它丟到A 所以我們的A 現在裡面是不是就是這四個東西 這樣很容易嗎很簡單 好classA class我們不知道 這個函數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Logical 代表是他在回答我A的屬性是Logical 還記 剛剛前面是不是有定義Logical 邏輯向量 原來邏輯向量 這個玩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B 這一串 B等於12345 所以現在B很明顯12345 classB Numeric B1 B1等於Sint B 這個大概可以想的出來吧 他把B轉成整數 再變成B1 好再來我們再看classB Int 欸 是不是很奇怪啊 這個B1 他也是12345 B也是12345啊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來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儲存空間耗費的不一樣 你看 B 他用了88個 這個大B是Byte Byte是8個bit 他用88個大B來儲存 這是72個大B來儲存 為什麼不是兩倍 來有沒有人要回答 要猜一下嗎 按照我剛剛講法 他不是應該兩倍嗎 為什麼不是兩倍 好沒關係這個真的太難猜了 好原因是因為 你 你總要先 前面總要放一些空間去定義 這個物件是什麼 所以他前面花了幾個Byte 去說 先去宣稱這個物件 是整數 這個物件是 這個 這個物件是數值 不然電腦怎麼去 如果不先看這個宣稱的話 我怎麼會知道後面 我到底是要 32為一個單位 還是64為一個單位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前面先花了一些空間去宣稱 宣稱物件格式這件事情 在R語言裡面 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可是你要了解 有這個玩意 這樣你之後 在做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才會更清楚 在其他程式語言裡面 在 做出物件的時候 是要宣稱的 是要預先宣稱 在R語言裡面 為了方便 他把這個功能去掉 所以有時候大家在學R語言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點困亂 但是 這樣的好處就是很方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B跟B1 他們其實就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紀錄的方式不同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 C C現在是帶有小數點的 所以C是一個 Numeric 是毫無疑問的事情 對吧 我如果 sInt的话 那他小數點以後的 數字怎麼辦 我們來試試看 請問一下怎麼辦 好像不是無條件捨序 無條件捨序 -0.9要變多少 好像要變-1 對不對 所以 我故意把這個東西弄出來給你看 他不是無條件捨序 對正整數來講是無條件捨序 這樣可以了解 可是實際上他只是 還記不記得我剛剛講那個事情 Numeric 就是Numeric是用64個bit去紀錄它 Int是32個 所以他直接把小數的部分給去掉 這樣對電腦來講比較快 對不對 我就第33個bit到第64個bit 我直接把他去掉 這樣對電腦來講是不是很快 所以他是保留了整數的部分 小數去掉 直接去掉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好那接下來 D等於 注意哦當你看到的雙引號 代表是他是文字 如果我問一下大家這樣打 如果這樣打怎麼可以 如果沒有雙引號這是什麼意思 他說找不到物件A 好我要跟你們講沒有雙引號的話 這個A應該是一個物件啊 只是 但是問題是你右邊就沒有大A這個物件 所以他就會給你一個提示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一定要有雙引號哦 現在D是不是ABCD CCD CCB 這個很簡單嘛對不對 你就是把一串很多文字把它組合在一起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很重要哦 叫 欸這個先我先打class好了 給你們看 這是他說這是文字嘛對不對 as vector D1 我要把它轉成因子項量 這個SXX就是我強迫把它轉成什麼東西嗎 我們來看一下D1是什麼 這個D1講的跟剛剛的D是不是不太一樣 主要是多了一個屬性叫Levels 對不對 本來是沒有Levels的 那現在多了一個屬性叫Levels Factor就是 我把這一個 這一堆文字做一些整理 把同樣的東西把它歸類出來 那這會產生一個東西叫Levels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 我去定義 這裡是 這是第一個Level 第二個Level 第三個Level 第二個Level 這樣可以吧 按照這種定義方式 你會發現 Factor 其實是可以被轉換成 其實是可以被轉換成數字 12332 因為它是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第三個第二個 對不對 可是 文字是不能被轉的 除非你本來是數字 這樣你懂我意思吧 不然它是沒有辦法轉的 因為 我在這裡我先告訴他 我這邊有一個對照表 第一是什麼 二是什麼 三是什麼 所以它本質上 Factor的本質上是一個整數 而且是個正整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我們繼續來看 來 1 1 等於C 和D 合在一起 C是什麼 C是Numeric 對不對 是數字 對不對 D是什麼 D是文字 C這個函數 是把很多個東西 Combine在一起 它不只可以Combine 數字 你可以直接Combine 兩個物件 你把這兩個Combine 起來之後 我們來看看1 變成了什麼 你發現了 0.7是不是出現了雙引號 所以它的class 是不是就是文字 這合不合理 合理吧 對不對 因為你文字怎麼轉成 數字 帶小數點的數字 不會轉 你想不到這要怎麼轉 可是 數字轉文字 那就簡單多了 所以當你把兩個不同屬性的東西 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以那個 我姑且把它稱為位階比較高的 位階代表是複雜度 複雜度比較高的 那個 種類 來做合併 好那我現在來考大家一個 C1是什麼呢 C1是整數對不對 D1是什麼 是因子 請問一下 C1跟D1 哪一個 哪一個位階比較高 好你可能猜不出來 是 整數位階比較高 為什麼 還記不記得我剛剛講 Factor是什麼 正整數 正整數 這樣可以齁 所以 整數位階比較高 這樣可以了解齁 好 你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來我們已經教了三個函數了對不對 我們要再多教大家幾個函數 下一個函數是Length 再下一個函數是Levels 總共就五個函數 總共就五個函數 好除了這五個函數 當然還有什麼 索引啊 一些運算符號這些 周邊的設施 運算符號什麼 加減乘除啊 %%%%%%% 斜線% % 這些東西對不對 還有所有的 等下你要解的練習體 只能用這五個函數 加上所LL值 解出我們要答案喔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教這兩個函數 最後教這兩個函數是什麼啦 這兩個函數 一個是Length ividad Vent LAMS 的意思是我可以去 查詢 這個 D1 他的長度是多少 他告訴我長度是 我把他的長度存到 N 這個物件 把 N PRINT 出來他告訴我 5 代表的是 D1 這個東西他有 5 個元素 LAMS 的意思就是代表這個物件裡面你想問他有幾個元素 這樣懂我意思吧 下一個 這個 LEVELS 這個函數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剛剛你已經發現因子這個物件 裡面帶有一個字典 告訴我 1 是什麼 2 是什麼 3 是什麼 我要怎麼把這個字典拿出來呢 我需要到 LEVELS 這個函數 所以 LEVELS 這個 函數他只能夠對因子向量用 他不能夠對邏輯向量用 舉例來說我打 LEVELS A 他什麼東西都出不來 B 什麼東西都出不來 D 什麼東西都出不來 但是 D1 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了解 他只 如果你想要用因子 LEVELS 想要 LEVELS 這個函數 請你先把你的東西轉成因子 好 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一下喔 如果 我想要 來 我們現在想要 你看喔 我們現在 D 總共有這幾個 現在 D 是不是一串文字 我現在想要 知道 D裡面 這個 這個 這一些裡面 總共有幾種文字 你現在一看你都會回答有3嘛 對不對 總共有三種文字 這個3要怎麼出來 你可以先把它轉成因子 對吧 把它轉成因子之後 LEVELS D1 這是不是 你已經看出是3了 可是他還沒回答3 要怎麼讓他回答3呢 再問他這個東西的 LEMS 是多少 所以 LEMS 跟 LEVELS 是不是可以組合出一個 特殊的功能 這個功能就是我想要問這個物件裡面的種類有幾種 你可以先給他 LEVELS 如果他是因子的話 直接給他 LEVELS 就好 如果他不是因子 先把它 把他 as factor 然後再把他 變成 LEVELS 問他的幾 然後再問他的 LEMS 所以 看到了嗎 他可以合在一起 你要嘛就先 LEVELS 把它存成這個物件以後 再對這個物件問 LEMS 或者是直接把這兩個合在一起 直接把這兩個合在一起 他一定是由內到外 跟花虎優先原則 意思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你現在就學到了這是所謂的函數的組合 練習題要來了 現在請大家 直接複製這一大串 好 X 這邊有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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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 X 裡面有一堆東西嘛 對不對 你注意到一件事了吧 X 全部都是 1到20的 整數 請你回答下面三個問題 第一個 這串數列共有幾個數字 這我想不會太難了 第二個 有幾種數字在 X 物件裡面 這可能也不會太難 第三個 請你告訴我 這裡面其實有很多數字是沒有出現的喔 舉例來說 這裡面沒有 7 當然他不只沒有 7 1到20裡面 他有一些數字不存在 請你找出 那些是哪些數字 我期望這件事情喔 這個 你不要說 打出 level 10 之後 告訴我說 你看沒有 7 你看沒有什麼 請你讓 R 語言直接回答你 缺的那幾個數字是多少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吧 這才有挑戰 好 我們給大家練習 好 第一題跟第二題 應該就是 我們剛剛教的馬上就用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吧 對不對 怎麼了 好 那個給你做好不好 好 那 我先教大家解 比較簡單的 第一題跟第二題啦 第一題就是 問他有幾個數字 這個 我們剛剛就有教 Lens 了嘛 對不對 Lens X 你就可以得到 186了 你千萬不要一個數據算啦 好不好 我們這樣就沒有意思了嘛 第二個問題是 他總共有幾種 他總共有幾種 這個最開始的時候 我一定是要 先 S Factor 的嘛 S Factor 他是不是 他會幫我整理 我要利用 S Factor 這個他會幫我整理這個特性 然後勒 我把 我再問他 Levels 那我是不是可以得到 其實這樣一看我就知道差哪個數字了 沒有 7 嘛 對不對 沒有 12 嘛 沒有 19 嘛 對不對 喔 還有 15 也沒有嘛 對不對 好 不過 那個是等一下我們要解的過程啦 對不對 好 那還有那接著呢 你再問他 Lens 那你是不是就得到了 我們總共有 16個 16種數字 好 那如果我要把 缺的數字 顯然跟這個有關嘛 因為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先把它 存成叫做 等於好了 等於 這個 LVL LVL 喔 我們要對 我們要把 LVL 然後我們要把 就是那些沒有的數字把它抓出來 對不對 大家要注意件事情喔 我看到有很多人在往正確的道路走 因為 你們可能 有人可能就有想到 你要排除 你要留下剩下這個就是剛剛副索引的 那個功能嘛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用到副索引 可是 在做出副索引之前 你要先產生一個 y等於1到20 1到20可以這樣打 這樣比較快 這樣可以吧 y等於1到20 好 你有y了 你現在要把這些 排除掉 也就是不要這些 不要這些就是副數 好 那你可以直接這樣打嗎 -LVL 不行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LVL 它是文字 你class LVL 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你想要打副號前 你還要先 把它轉成整數 好 這樣你才能夠秀出 最後的答案 好 所以這個題目 這種題目我當然是有精心設計過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需要就是你需要做到這件事情 你需要 滿足 就是你需要 對這個 變數的這個轉換 有一定的理解 然後你要想得出那個路徑 就是你可能想到一個方向了 可是你怎麼去把它精確的拼出來 這就是寫程式要學的部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我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那今天 我教的內容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 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要學好程式的話 可以做到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預習跟複習 我要教大家預習跟複習怎麼做 預習的部分 你只要把當天上課前 花10分鐘就可以了 把今天 之後要用的所有程式碼 全部複製貼上一次 看一下他的output 就你要知道input跟output 這一段的input跟output是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就你不要 你不用去理解他的過程 理解他的過程 這個我會 上課的時候我會教嘛 你會跟著我一起思考 那 複習的部分呢 複習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發現的練習題 解不太出來 或者是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卡卡的 不要不要回家 下午馬上去解好不好 這樣沒有意思 拜託你隔個三天 隔個一個假日 你試著把練習三更比較難 解不太出來 試著隔個一個假日 你已經知道解法 你可不可以再做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都花不了大家太多時間啦 可是 到最後 你在總驗收的時候 總驗收就是到時候我們開始寫網頁的時候 喔那個就會差很多了 因為寫網頁的時候 我們竟然要寫出一個網頁 寫出一個程式 他就沒有辦法 即時的交談了 你所有的路都是要規劃好 東西才會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就是 練習這樣子 好嗎